上次我在台灣買了些什麼 我大半年的cone就在這裡了 真的在台灣買便宜了一半那麼多 大家好 我是金鈴 今天就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上次我在台灣買了些什麼 由生活用品、隱形眼鏡、bra top、鞋子、衣服 去到食品、supplement 以及女生的絲襪、儲物、護理的用品都有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了 話說就是我四月初的時候 就和朋友去了台灣玩五天四夜 拍了兩集的vlog 都介紹了很多夜市、食店、按摩店 因為台灣我應該有三四年沒有去 所以這次五天四夜 除了有一天去了基隆之外 主要的活動範圍都在台北 而這次的vlog主題都是養生和爆食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這次買回來的東西 都和這個主題是非常貼近的 第一個戰利品就是我的眼睫毛 其實我本身自己除了去台灣之外 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是試過很多次在日本直眼節目的 而台灣一個這麼喜歡日本文化的地方 除了很多日本餐廳之外 我都知道他們的美節 挺崇尚日系的節目的 其實我以前去台中的時候 也有直過一次 那次也是非常滿意的 令我留下了對台灣美節是不錯的 這個好的印象 所以這次去台灣的時候 我都立即預訂了一間 在我們酒店附近的美節店 全部都是我自己預訂的 是完全不是廣告來的 去到他們都不認識我 完全去完之後 沒想過出完片之後 大家反應都很好 多了很多人詢問他們 所以那間店竟然和其他客人說 如果是香港朋友看了我的影片去的話 是會有回原價的優惠 是超級超級nice的一間店 做得很舒服 而且做出來的效果也是很滿意的 因為我不斷跟他們強調 說我想要自然一點 而他們做出來真的非常小心 只是幫我做了120斤 但是其實我覺得可以再做多一點 下次我應該再放膽一點 可能跟他們說可以再做多 我想可能大概200斤左右都差不多 其實他們還有一個再濃密一點的package 也有一個再自然一點的package 我是選擇了中間那個 讓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你們想像我那樣 你們可以選中間 大概120斤 130斤左右 那個斤數跟大家說 其實不是我選的 我跟他們說了我想要的style之後 那個美折絲會幫我看一下我的情況 然後根據我的情況去衡量 最後出來就是120斤 這個部分都是自己跟美折絲 去商討你想要的效果是怎樣就可以了 最後我的價錢 沒記錯應該是1800元左右 他們那個價錢表在他們的IG上有了 回到他們的IG那裡看就OK了 第二件事也是跟眼睛有關的 又是我另一個非常熱愛研究的範疇 就是隱形眼鏡 我是超喜歡試不同的隱形眼鏡 糟了剛才我在旁邊買了一堆隱形眼鏡 來到Watson市 又有另一大堆 台灣簡直是隱形眼鏡的天堂 它聽說是No.1的 買完這個先 但這個又是沒有零度的 還有很多其他品牌 我上次讀教的這個 因為有選擇困難 所以我乾脆就選擇它最受歡迎的那個 它是No.1 這兩個就是新的 但我不太喜歡灰色 所以我不選擇灰色 這個也是人氣 我就選擇這個 我都想試的 但是它也是沒有零度的 我之前IG出了一個短片 就是說我有超多個隱形眼鏡 裡面有很多隱形眼鏡 然後下面的留言就是跟我說 轉用day隱形眼鏡 我就想跟大家說 我不是沒有用day隱形眼鏡 而是因為我試太多隱形眼鏡 而有很多隱形眼鏡是月隱形眼鏡 試完之後 我又不想那麼浪費 馬上扔掉它 所以就越積越多 變成全部隱形眼鏡都有隱形眼鏡 說回其實我這次在台灣 買的隱形眼鏡有很多不同種類的 有些牌子我是聽都沒聽過 見都沒見過 例如有這個系列 我自己覺得都挺吸引 我會去試的 就是叫做香脂系列 我自己偏去買隱形眼鏡 全部都是走比較自然 有一點放大 但是又不可以太浮誇 而我看到這個系列 看上來都不錯 就買了回來試了 就叫做香脂系列 我其實個人 當然貪方便是喜歡day隱形眼鏡 為什麼會買月隱形眼鏡 因為之前其實有個理論是說 月隱形眼鏡是會出得比day隱形眼鏡 當然有些day隱形眼鏡 它們有出月隱形眼鏡 但是有些月隱形眼鏡 它們是沒有出day隱形眼鏡的 所以為什麼idolan的牌子 我是要買月隱形眼鏡 是因為它們的月隱形眼鏡 真的做得非常出色 非常漂亮 所以大家就算貪方便 喜歡用day隱形眼鏡 都不要錯過一些很漂亮的月隱形眼鏡 我發現台灣連便利店都有隱形眼鏡 所以我就真的很即興地 隨手拿起了這三款day隱形眼鏡 但是超級有趣 我覺得這個day隱形眼鏡 它是只有一對的 真的是給一些出門 不記得戴隱形眼鏡的人 還有一件特別想說的就是 我買了這麼多coin的時候 Karen本身是很驚訝 你為什麼買這麼多coin回來 但是她跟一個在台灣住過的香港朋友說 她也是說很多人 特意去台灣買定半年 或者一年用的coin的份量 因為在台灣買coin 是便宜很多的 到我再買回來 再比較香港的價錢之後 我真的發現 在台灣買真的便宜很多 譬如說這個款 對比我剛才買的coin是貴很多的 因為它是300元台幣一盒 買的時候都覺得好像有點貴 但其實除了等於港幣70多元 然後香港買最便宜 好像都要84元左右港幣 所以這個真的在台灣買便宜了一半這麼多 因為這個牌子雖然它是比較貴一些 對比起其他台灣牌子 但是我是很喜歡用的 它的大部分顏色 都是非常符合我的審美的 有一點放達效果 但是都很自然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它們的coin很好撕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些daycoin 它是很難撕的 要麼你大力撕完之後 它是撕不完整的 我試這些台灣coin的時候 就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是我撕完之後 它是撕不開的 這個發現原來它其實有兩款 一款是daycoin 另一款它寫著 抗南光入泡影 grace就是比較漸變 你看上去的眼睛是比較深邃的那種感覺 最後就是買了sing out這個牌子 這個也是試了一次 我全部試的時候 都有影相記錄下的 所以可能我遲些會出一個IG post 是直接說完我有哪幾種 我自己最喜歡的試完之後 第三個在台灣意外的收穫 就是這個Qmomo的女性內衣專門店 裡面買了超多東西 其實一開始我就這樣看她的妝環 如果不是Karen 我是不會進去的 因為我只看到一排排bra在這裡 其實我對於其他國家 或者在韓國 就算在街上我看到這些bra的店 我都不會走進去的 因為我知道要買適合自己的bra 是很難的一件事 但原來進去的時候 首先它不是只買bra的 它們重點是還有一些保養型的睡衣 那保養型的睡衣是什麼呢 原來它就是這種 裡面是做了一個pack 它裡面其實是有一些橡筋位 是有承托力的 是幫你睡覺的時候 都集中了那個胸型 還有令到它不會下睡 或者保持一個更漂亮的shape 所以這種保養型睡衣 我就已經覺得很吸引 因為其實它的顏色也是敬少女 這款紫色就是吊帶的款式 那這些睡衣就沒得調大 但是它有分size的 它會cover到你的小肚子 旁邊又做了一些木耳邊 再加上它一套其實是有一個小褲子 如果你買這個吊帶 我們試衣的時候就這樣試上去 不會覺得有什麼的 但是到你睡覺的時候 有些東西固著你 你第一次穿的時候是會不習慣的 所以它會跟你說 你睡覺之前可能就先穿了兩個小時 那你習慣了之後才穿來睡覺 如果不是你八個小時這樣睡 是會有些覺得忍著忍著不太舒服的 這個就是FIC的版本 它就說如果你想舒服一點的話 一開始就先穿了短袖這個版本 到我再不介意有些東西固著的時候 我就可以穿這個吊帶版本 因為吊帶版本會再緊一點 好像是加多幾百元 你就可以有多少折 所以最後你會買其他產品 例如最後還買了這個 絲紋泡泡是洗澡的時候用的 我so far用了幾次 其實都覺得它很保濕 全是不會繃緊的 然後因為這次去台灣天氣比韓國熱很多 所以在台灣我們買了很多bra top 因為你一穿夏天的衣服 你就要考慮穿一些帶露出來也不要緊的bra top 走在街上有幾間 都在買一模一樣的這種超級巨幼帶的bra top 買了兩個款式 很寬鬆的 但是我嫌它真的比較寬鬆 如果你需要比較承托的感覺 那就要留意這款我覺得是完全沒有的 在AIRSPACE我是買了幾款bra top 首先它跟剛才的有什麼分別呢 剛才那個留意它是比較平頭 少少U型 幼帶的這個設計 那這個呢 它是一個DEEP V型 這個就是我穿DEEP V衣服的時候 裡面穿的bra top 我就買了它的白色和啡色 它這個的承托力就會比剛才那個多很多 你看到它下面是做了一個收腰枯位的 它雖然是有彈性 但是緊很多 它後面就是做了一個交叉帶的設計 所以你如果這件衣服後面露出來的話 你都會看到它後面有這個紋理在 而且它這個位置是車實組的 所以你不會拼來拼去打卡 這個墊也是可以拆出來的 而且也是連著那種墊 那就不會左右飛來飛去 而且在AIRSPACE也買了一件衣服 就是這件 其實就是我穿去 拍開箱你家的尾椅的時候穿那件來 是一個超級基本的民族風款式 下面是做了扭胸的設計 還有這個手袖位是有做橡筋 衣服方面我最後不是很多斬幕 我只是去基隆那一天 因為我想穿一套比較適合海邊的旅行的衣服 所以我就去一間普通的衣店 買了這件ONE PIECE 其實這件ONE PIECE是一個東大門的牌子 因為之前我也有買過這間店的裙子 我自己買開韓國貨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這間是什麼店 雖然其實本身我不是想買水花裙 我純粹是想買一條半折裙 去配我這件白色的衣服 結果買不到 所以就唯有買了一條ONE PIECE 因為我覺得始終ONE PIECE 都是比較適合在海邊旅行 就是飄逸一點 度假一點的感覺 少少乾燥梅桂花色 這個也挺棄質型的裙子 然後有什麼我覺得要去台灣才買到呢 其實我可能這件去泰國也會買到的 但我那時候是因為那個商場沒什麼特別斬莫 所以我就買了這件回來 這個就是那些首要飲品的隨行帶 譬如我有這樣的杯子 我平時不想拿著我就可以這樣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很可愛的飲管蓋 台灣很有代表性的就是珍珠奶茶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珍珠奶茶的款式 它用法就是這樣 但我想說其實這個洞口是給一些粗的飲管 下次我應該要買一個幼一點的直徑 因為是不適合我這個尺寸 最後說完這個生活用品類 我就說食品類 我買了超多腳貼回來 很久以前在泰國玩的時候就被Yanny燒了這種腳貼 她聲稱是每兩秒賣出一包 香港很多地方都有得買 黏在腳底底然後幫你去濕 用完那個人好像輕了排毒了 還有很睡一點的感覺 因為在韓國天氣普遍都不是很潮濕 所以我回來是很少用的 但最近韓國的春天開始變得潮濕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濕氣太重 那個人是睡得不太好 最大的特徵就是你會比較容易發夢 我男朋友發夢 我也發夢 所以我就立刻想在家裡找一些腳貼出來用 但誰知道我家裡已經沒有這些腳貼了 所以我這次去台灣 看到這個的時候也馬上買了回來 因為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用的 我之前在香港人很濕重的時候 用它真的會睡得好一點 但我在台灣的時候又被我發現到 它還有很多這些台灣製的腳貼 它是寫著Made in Taiwan的 它是樹液觸貼來的 它用完之後整隻腳很黏黏的 你要馬上洗腳的 用完之後 那我就暫時還沒試完它們了 我就買了這麼多款的 然後食品類了 我先講一下養生少少的薯品 有一天我不是說介紹了一個 如果你去不了廁所 就飲那個波蜜的 介紹它說如果去不了廁所 就飲這個波蜜中和薯品 它以前是沒有這個低它的版本 近幾年我看它低它 那其實就是我那幾天真的很奇怪 因為其實我本身自己都沒什麼留意 我是不是每一天都可以去廁所 那是Karen提我 你今天餓了沒有 然後我就在想 我好像真的沒有餓到 然後去到第三天 又好像真的還沒有去廁所 那我就會覺得 不知道是心理壓力還是什麼呢 我就會覺得 真的好像積了很多東西在裡面 因為我們吃了很多東西 沒理由沒得去廁所 很多人我發現去台灣旅行 都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都已經吃很多菜 餐餐都有去吃過煮青菜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吃得不夠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台灣旅行吃東西 吃很多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會去不了廁所 所以除了要在便利店裡 喝那個波蜜之外 我還在便利店裡買了一個酵素 就是買了這個夜食酵素 它是一條條粉狀的 我不知道是我長度 魚動得比較慢 但我不是說 第二天就馬上有得去廁所 我也是隔了一段時間 我才有得去廁所 但是起碼買了它回來之後 感覺好像就算吃得多東西 但這東西都沒那麼罪惡感 都實不相瞞 去到機場都買了一大堆酵素回來 但是我發現這個是一個軟狀 各人喜好 因為有些人喜歡軟 它沒有飛來飛去 或者卡住喉嚨 一吞就行了 但是軟狀我覺得好像在吃藥一樣 所以其實我自己喜歡吃粉狀 粉狀的味道是酸酸的 所以感覺沒那麼像吃藥 然後第八樣 就是在中山的地鐵站買了這個 海邊走走的蛋卷 其實Kitling跟我說這個 香港幾年前已經在吃了 你現在才吃了 這麼說 對 沒錯 我現在才第一次吃 之前在香港的post問大家 有沒有蛋卷推介的時候 有人提議過這個海邊走走的牌子 看到它的時候就買了它來吃 誰知道吃下去 真是驚為天人 它的花生和芝麻味 真是超級超級濃郁 這個花生味好像是 將半瓶的花生醬放進去 而這個芝麻味又是令我可以 減低這個思香情懷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吃蛋卷 喜歡吃那種蛋味的人 就不是買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它不是吃那種蛋的味道 它是吃它的餡的味道 特別它有些朱古力味 都是很濃郁的朱古力 所以你當它是一個甜品吃 而不是一個蛋卷這樣吃 會比較好 馬上開來大家試吃一下 ASMR OMG 每吃一口整個芝麻都會張住你的口 它的蛋卷層次是很厚的 而它的芝麻也是很濃稠 它每一口都很紮實 又不是做到很死甜的那種 真的非常出色 但是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呢 因為你在韓國很少會這麼多 這麼傳統的點心味 前幾天在剪片的時候 就是剪到我看到燒麻薯 上面有些花生和芝麻 我已經超想吃 幸好我在機場買了一個 這些傳統的麻薯 雖然它的質感 當然是不及你真的吃那種燒麻薯 吃了這個也起碼可以解到那個印一點 最後最後就是在金山路街買了這個菠蘿做手信 因為台灣也是挺有名的菠蘿 而且它這個菠蘿是沒有加糖的 但也很好吃 以上就是我今次在台灣買的煎禮品 如果有些什麼大家都很推介去台灣買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分享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我們Facebook、Instagram和下條片再見 拜拜